在古代男生有四十大曲 女生有三千小令 四十大曲就像刚刚这种也算是大曲 小令就是像第一首唱的那种小令 所以我们想像现在的人 就是听这么一首大曲 其实已经压力很大了 让人想像他们当时就是要掌握四十大曲 奶里面的大曲我们称为纸套 它呢比较短的二十几分钟一套 然后通常来说都是四五十分钟一套的 也就是说他们日常的话 在家里一个早上起来 早饭吃完 然后喝一点茶 然后三五有人一起玩一套只套 一个早上就过去了 然后中午去吃饭 再稍微歇一下 再玩一套又可以吃晚饭了 对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流传这么久 是太好消磨了 在消磨时间 对刚刚呢 首先睡着的应该是台上这两个人 台上的玩的人很容易睡着 因为很好 你感觉他在那边手动着动着 但是其实在那个状态里面是完全放松的 就完全没有在想东西 你只是剩下手跟嘴巴 对 所以我们说玩 南音叫做玩南音 南音不叫做表演南音 它叫做玩南音 用闽南话来说叫做 Tit Henguan Henguan是弦管 早期叫做弦管 到了五六十年代后来就 官方把它改成就 只要定一个标准的名字 当时南音叫做弦管 洞管 南管 然后郎君乐 各种 然后后来也叫做南音 但是比较少人这样子叫 叫南音 然后来官方就觉得南音比较通俗易懂 就讲南音 南方的音乐 然后就给他定南音了 但是在民间呢 民间 我讲民间 大家可能概念不是很清楚 所谓的民间就是 那个每一个小区 每一个镇 每一个小区都有个南音社 玩南音的地方叫南音社 总是会有居委会 会空出一个地方 给大家去玩南音 不然就是有钱人 或者是有那些士生 相生相闲 他们来捐钱 捐钱 然后买一个地方 来专门玩南音 对 基本上每一个社区会有个南音社 然后每一个镇呢 会有个南音总社 然后呢 到了每一个市 或者是县呢 会有个南音协会 然后再更大的呢 更大的市呢 又有个南音艺术家协会 什么 就是更大的 有更大的组织 那么光是在泉州那个地方 近江就有两三百个社团 两三百个社团 然后在整个 我记得在前两年 就是我们说前两年太近了 一零年 一零年我们在那个澳门 做了一个世界南音年一会 世界 然后呢 就把一些 个别的南音人 召集过来 我们说 为什么说个别呢 就这个社团里面 我只请他五个人 每个社团参加的人 都是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但是只能邀请五个人 每个社团 几个人这样子 然后参加的人 就有六百个人 对 然后那个场面 就是我想应该 除了神的崇拜以外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场面的 就是在民间的一个盛况 然后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在澳门的 就是那几百个人的 落地接待 是由澳门 那个南音社的社长 个人承担的 然后那个 第二届的世界南音大会上呢 去到了印尼 一二年还是一三年的时候 然后也去了三四百个人 在印尼的四天三夜的 那个落地接待呢 是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的 那个会长 一个人承担的 对 为什么我说 它是世生的音乐呢 要有社会责任的 相生相贤 这些对社会有责任的 因为出来推动文化的 推动一些公共事业的 这些人很热爱南音 他们愿意为南音奉献 在一些小乡镇的时候 特别那种 特别是乡镇 通常你看到把袖子卷得很高 在忙进忙外的 那个通常是社长 对 然后一些穿的美美的 准备的 要等一下要唱哪音的 那些通常是社员 然后等一下上去唱 好开心 所以在闽南那个地方 他会说 你去到别的地方旅游 可能经常会看到最多地方特色 现在比较多是广场舞可能 但是去到泉州那个地方 就三五 你就去到一些管阁 就看到他们在那边玩 这些失足乐器 就在玩南音 他唱南音 就是那个慢慢的 那个吊吊 他生活就是这样的 就承载了他这个文化 后来其实我们在泉州 玩南音的时候 最好玩的 特别是夏天 就是一定要玩到汗流浃背 故意不开冷气 等一下会不会工作人员 把冷气关掉 就是过意不开冷气 然后玩到汗流浃背 然后觉得 好像桑拿这样 然后玩完之后 吃完之后 等一下美美的去吃一顿 这夏其实它是 我想自古自今 一个唯一不变的 就是我们对生活美的一种追求 美好生活享受的一种追求 即使是一些商人 一些作戏 在浸江那边 浸江食师 很多都是生意上很成功的人 来玩南音的 对 他特别 就是特别有这个情怀 想玩南音 然后就是 各种 生意上 商场上面的 各种纷纷扰扰 然后到了南音社 他就 就很舒服了 那个状态非常放松了 大家一起玩 大家玩在一起 今天把 这个讲座 定做 阳春白雪 那个南音洞梟的语言 其实不仅仅是南音 洞梟的语言 是南音这个语言 它本身就是非常小众的 很多就是说 你那个音乐 这话很有意思 说你那个音乐太高雅了 我听不懂 把高雅变成是一个贬义词 太高雅 对 但是其实我们内心 到最后其实追求的 就是那些小众的 可能三五个人分享的 一个秘密 只有我们拥有的 一种玩的一个方式 那么 这句话是 我在那个 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 郑晓英老师到新加坡 去指挥 三八妇女节的 那个新加坡华乐团的 一个一场音乐会 然后那个时候 他分享了 他在厦门做 那个 交响乐的推广的 一个心得 他就说 阳春白雪 喝者日中 虽然这个东西很高雅 很难清净 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推广 用心去分享 慢慢的人就会多起来 那么大家看到的 后面图片上面的 这一些人 他们就是我们 南音亚裔在厦门的 一个传奇社的 一些社员 他们平时跟在座的 大家各位差不多一样 就是每个人 有自己的工作 生活 日常 但是他们把他们 休闲的时间 用来学习南音 推广南音 传承南音 对 就像刚刚第一个节目 站在台上的 这一些弦友一样 这一些弦友是 我们上海传奇社的社员 那个南音亚裔 他现在是在 自律于南音的传承 跟传播 南音的传承 就是把南音 交给更多人去唱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语言 我根本听不懂 我怎么唱呢 对 其实 语言 从音乐的角度来说 音乐的语言 跟艺术的语言 那什么叫做懂呢 懂就是 我想那个作曲的人 你说他懂自己的音乐 那个懂 首先是一个 一个 一个有点 不是那么好用的一个词 就是说 你听懂的南音的吗 或你唱懂的吗 但是我们知道 艺术 或者是 这些文化的一个载体 它其实是用来互相欣赏的 比如说 这个女孩子走过去 你不一定知道 她是谁的女儿 或者甚至是谁的妈妈 但是你觉得 就是像那个 一位作家说的 百分百的女孩 或者是 这个人给人家印象不错 就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南音呢 它就是 应该是生活在你身边的 那样让你感觉到 实在的 那样的一个载体 然后呢 把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 给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来接近它 就像我们今天 那么 今天也是非常的特别 是我们 我们去年是这个时候 也是这个七月份 来到上海 开展这个南音公益课程的 的班级 所以到今天 也是我们在上海 传承南音的 一周年 对 然后呢 也非常的希望 在 以后有更多 这样子的场合 更多这样子的机会 给大家来传承南音 然后 让更多的人 来接触一下 那个 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 所谓的高牙的艺术 所谓的阳春白雪 其实它不应该是一个门槛 它应该是 我们共同要一起追求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选择 更好的选择 那么我不知道 在今天讲说的最后 有一个小朋友 不知道愿不愿意 来给我们大家 来提神一下 那个小朋友在哪里呢 要把他叫进来 给大家提神一下 请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来玩一下南音 给大家来 有一些朋友他会说 那小朋友可以学南音吗 对 有的时候 像我们算是中年人 然后有时候 我们每次看到任何好的东西 就想着 小朋友可不可以学 小朋友可不可以吃 但是南音这样的文化 我想它应该是用来熏陶的 因为学起来 是蛮辛苦的 像现在要进场的那个小孩子 他每一次我们叫他来玩南音 他都会说不要 然后今天因为我们在这边 活动开始之前 有请他玩了一首曲子 大家都觉得不错 希望他在那个讲说的最后 给大家来 来到风景 但是我心里也非常的忐忑 因为他很难商量 他是一个完全天然的 那个原汁原味的 没有经过训练的演员 他不是演员 他在家里就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玩这个传统文化 不论是南音也好 明月也好 其他的戏曲也好 有小孩子好像就是 好像训练有数这样子 就是看多了 大家觉得小孩子都要训练有数 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经过排练的 原汁原味的小朋友 这小朋友是我的小孩 然后那位是他的爸爸 然后其实是很冒险的 让他演出 因为他可能会砸了我们的场 对 那在此之前呢 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手中的这一个打击乐器 它叫做四宝 四宝是用来击奏那个琵琶的枝法 跟着琵琶的枝法一起进行的 那么他会模仿琵琶的一些枝法 来打 对 那么等一下大家就可以 稍微 对 稍微一起来欣赏一下 他已经准备好了 Sek act 到现在便宣传的枝法 231 00829303080 V3602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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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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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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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四六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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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